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是郭代仪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风顺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各位 记得昨天大盘涨几点吗 涨670点 但是礼拜一跌几点 跌1807点 所以昨天的反弹 大部分的人是惊魂未定 我讲的没错 但是今天的盘市各位 又给你涨了将近800点 涨了794点 我相信如果你心神不宁的话 应该慢慢的有点回省 不用去找人太怕 慢慢的回省 那为什么盘市会这样光怪 陆离的事情一大堆 包括日本央行突然之间又要转向 各位这就是金融市场 无情的地方 都在做一个局 请君入翁 那实在一点的 我们慢慢的停看厅 我们会度过很多的险阻 后面还是能够到达我们获利的什么 美好境界 但是投机的人 杠杆操作的人 没有办法支持到最后 他们在盘中就脱队了 他们在盘中就已经 被这个市场淘汰了 所以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人 决定你能不能够 在最后 笑出来 也就是大赚一票 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 实实在在的 当一个投资人比较好 这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 蔡老师也非常高兴 能够在股市创新高 又出现类似的一个股灾情形之下 在一言新邦里面 持续给各位最正确 而且市场遥不可及的一个分析跟解盘 因为你都看在眼中 短短的这三天就好了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你可以抓到很多同业的狐狸尾巴 今天大家又是大宗师 这反弹 反弹 我看了都不想看 然后又找一大票 那些什么投信的 这些什么高层出来讲 我当初就说两万三 两万四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听蔡老师的话 就直接怎样 好好的一个获利入带 这叫有花勘则直虚则 莫待无花空则之 各位对不对 做股票不是要这样吗 你们就一天到晚要听 这可能特定人士都有一些媒体的一个喜好 就说台湾国市要多好两万五三万 各位是不是 我看这些人都是在害散户的 散户你要这样吗 现阶段还说ETF不行停止扣款 我们要继续扣 我看都停停起来吧各位 好好的去买台积电才赚的比较多吧 比较听那些人 全部都是害你高档套牢的言论 我讲的实不实在 你自己内心有分数 来先把蔡老师的一个祝福放在你心里 中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不是一天到晚再喊 股市会常多股市会大好 然后逢回就是买 有哪个人自家的钱逢回就是买 一直买一直买 买到无上限的 我你有没有 包括国安基金也不可能这样操盘 请原谅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因为我看到这些 奇奇怪怪的言论 又在毒害这些散户 真是不仅没专业 而且没资格 礼拜一八月五号大跌1807点 全市场之后我跟你讲说 这个是要不依反的一个条件 已经确立了 再加上最关键性的是什么 台积电跌停板 台积电跌停板只有全市场 蔡老师跟你讲说 这边就是最低点了 你一定会疯掉 老师你是不是吃错药 台积电跌停板怎么会最低点 那就是你跟蔡老师的差距 我也一下子没办法提升你的程度 所以请原谅我 一切都是我的错 为什么蔡老师讲得这么神奇 8月5号 大跌4633点跌幅18.98 从7月11号跌到这样 我说非常好 这叫急跌 真叫急跌 各位不管你怎么看 各位反正外资已经开始卖方缩手了 上礼拜五跌1000点 不是卖944亿 然后你看看 这是蔡老师礼拜一晚上8月5号 去俊香哥主持武器报新闻 对不对 我说字率破表 我说这个是V型反转的条件跟机会 你都不相信 所以我昨天在跟你讲 新手怕急跌 老手怕盘跌 那真正的高手是怕不跌 我们要的是区间低买高卖 所以各位做股票不是要这样吗 谁要做股东 你大股东的当然会做股东 你没必要当股东 做什么股东 各位 昨天的一个盘涨了670点 来注意 我昨天看了一大票同业 不晓得在讲什么 今天好像全部反弹 都是他家的一个功劳 祖上积德 笑掉大牙 昨天涨670点 收贷多少 20501 对不对 好来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说 礼拜一大跌的一个什么 多空转折点 就是开盘价跟收盘价 20982加19830 相加除以后就是20406 再跟你讲一遍 20406 那昨天收盘收多少 20501 是不是20501 所以这个反弹确不确立 是不是确立 昨天三点的时候 你一定吓到 真的 外资转为买超 而且盘中急跌 由红翻黑涨800点 变成跌168点 真的是业内股最后的一个清洗 上市减少163亿 上贵减少58亿 总共减少220亿 前一天礼拜一减少多少 260亿 所以你看看 今天早上散户断头 融资维持率下降700档 那券商这边明明一千亿的借贷 竟然飙到了快三千亿 你看看 券商也都自己贪 利息费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 虽然今天大涨 我还是要泼你冷水 今天跟明天 还会有最后的违约交割 等新闻 好不好 所以各位 这个是昨天的违约交割 2.3亿 后面还有 那你看 这是昨天蔡老师晚上又受邀 连续两天 关键的时刻 就要找蔡老师来就对 因为蔡老师不是讲八卦的老师 好不好 虽然我还真的懂齐门顿甲 但是跟一般坊间的这个八卦 是不一样的 我是很重视先天八卦 跟后天八卦 等蔡老师再老一点 有胡须再来转业 我昨天跟你讲收盘 20501 对不对 那只要收在20406以上 是不是有效的反弹 好 你通通不用急 这一段的视频 礼拜一晚上跟礼拜二晚上 跟昨天晚上 我都会放在我今天的赖生活圈 让你一次看到高兴 好不好 你要找出来 谁是对你有帮助的好朋友 一则有三有 有职有量有多稳 希望蔡老师就是你那个有多稳 那个第三个好朋友 好不好 虽然我也是有职有量 但是一个好就好了 好不好 各位你看看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真的反弹了 各位有没有 加上日营 首相 环乐 冷静 Countdown 对不对 对不对 日营要搁置升息计划 非常正确 按照美国政府的部数走就对了 美国政府是不是也会怕股债 是吧 因为他11月5号要大选 只有谁喜欢股债 川普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这一次台湾股市 为什么主管机关会看不懂 川普去结合美国的对冲基金 然后再做空台股 做空台积电 我们根本就已经违反了 这些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金融操作秩序 应该是我们金管会 带金检局的一个人 去美国把川普抓回来 在台湾法院这边受审 你那边违反台湾 放空台积电 单日卖超美系外资944亿 可恶啊 真的是可恶吗 所以各位 昨天有讲什么 联准会费的也渴望紧急降息 各位 这两个都是环节 所以今天的大盘最高涨815点 收盘涨794点 非常好 回补缺口了 回补缺口了 好不好 大风大浪我不怕 对不对 以前小时候的泼水歌嘛 就是 是应该不怕 你产业选股的人你怕什么 你本身就有营收当屁股的 当靠山的有什么好怕的 来我跟你讲 美国股市电池股的村长 MVIDIA昨天跌6% 我跟你讲收缴了 这就是要反弹 今天早上 MVIDIA真的涨4% 没错 蔡老师结论没错 欧洲股市的村长 爱斯摩尔 昨天还翻红对不对 所以今天早上续涨 没错 蔡老师讲的没错 我们两个村长 第三个村长是什么 我们的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 蔡老师也跟你讲 这个跌1% 你不要嫌他少 因为他是原先跌8% 所以他也收缴了 是不是 台积电今天早上大涨5% 他最棒 爱斯摩尔跟辉达的涨幅 还没有比台积电 还要来得好 我们的台积电 全世界No.1 所以各位 礼拜一 看清楚 看清楚 礼拜一全市场 只有蔡老师跟你讲 810块 813块跌停板的台积电 就是最低点 就是底部讯号 没有一个人 能够这样跟你讲 而且近期蔡老师 也真的受了很多的一个腰房 太多了 太累了 真的有一点太累 但是我很高兴 能够在四十四地当你的贵人 对不对 你就不会做错方向了 各位台积电 是不是 有没有 外资还在大卖 我告诉你是最低点 是不是市场上最棒的 最正确的 证据都在这里 台积电就是最低点 8月5号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是不是这个图 815 最低813 是不是 这个视频我都会放上生活圈 你还没加入的赶快加入 来 昨天的台积电拉到差一块钱涨停 是不是 收盘收880 所以昨天也因为台积电尾盘 收高 指数能够收在20501 各位对不对 站上20406 昨天外资 台积电转回买超了 三万张 所以我告诉你 你美系外资 纵使做空台积电 你欧系外资 还是买台积电 你可以看券商 有时候各位 二三十分钟 真的不够蔡老师讲 但是我也没有那种闲工夫 去给你做什么网路视频 对不对 家里的事情更重要 所以每天蔡老师在东森 财经台解盘 你真的要认真看 好不好 所以你看投信 也买了4300多张 关键是太棒了 昨天融资大减 这一票融资有听蔡老师的话 为了台股的未来 为了台积电的未来 融资下沙 台积电续涨 筹码面这么漂亮 所以你来看看 昨天晚上蔡老师讲什么 我说美系外资已经转为多头了 因为他把台积电纳入最优先买进的标的 也许你会障恶金刚说 就是说 有这个消息 我们都不用争 因为有时候蔡老师看的是外电报导 那是英语的英文 你看不到 但是我们知道 对不对 今天早上报纸又报了 台积电作用双利多 因为他代工要涨价 包括他的资本支出续增 对不对 大摩 大摩摩跟Stanley不是美系外资 对 所以他抢着买 目标价1220 8131220 哇 原来价差有50% 你现在才知道 美系外资多恶劣 所以今天的台积电 我原先解91970收盘收920 各位是不是 所以不用说了吧 是不是不用说了 全市长最懂台积电的是谁 台积电就是龙抬头 不管你信不信 创造历史 独目可以称大局 台股就是旧世界 台股的主轴就是台积电 市值34% 来 再来看看 昨天也都跟你讲两天的一个富邦金 对不对 我说受险也要出来救市 受险会不会自己买自家股票 当然 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管说 这些官股要买什么华南金 第一金 什么 这都是小屋见大屋 真正的大屋是受险双雄 国泰跟富邦 国泰富邦你选哪一党 我选富邦好不好 就这样 时间 要进广告了 我一大堆资料 真的很关键 一定要跟你讲一下 联电也一样 你看联电是不是最强的 是不是 有没有 是吧 联电营收也出来又双针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又站回季线 关键是昨天 我跟你讲台积电富邦金 这个是什么 165.5 这是什么 长龙海运 是不是 台积电880 昨天富邦金80.7 长龙海运 165.5 今天长龙海运 飙了 不是飙哥 是飙了 2603 飙了 然后呢 川普他闹嘴 说昨天要打仗 布林肯也说8月6号 没有这样一直在拗的 美国政府已经给他拗两天了 8月5号造成全世界大动荡 他们也不出来道歉 昨天又在讲说 是8月6号 这个所谓要 要冲去以色列那边制造战争 各位有没有 川普还讲 我没有从美国政府得到消息 我从有力的人士那边得到消息 全部在那边乱讲 一个总统的位置 竟然像一个网红一样 在那边钻小巷子 所以不要去听 蔡老师也是嗤之以鼻 这些东西 对你我的身心灵健康 都有造成危害 所以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我喜欢看一些比较平静的电视台 当然57东森财经台是一定要看的 各位是不是 所以各位你看3019的一个哑光 各位是不是都跟你讲 昨天是不是拉涨停 今天呢 昨天还跟你讲哑光 今天也飙上去了 所以各位 布局未来股价会创新高的个股才是关键 所以蔡老师才会邀请你 其实这是一次认知觉醒的时刻 人生没有成功 人生只有不停的成长 我欢迎你 你来我这边 把你的做股票的功力来成长 好不好 父亲节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即将要结案了 希望我能够 有这个缘分来帮助你 好不好 如果需要帮助的 你赶快打电话 把电话拨通 战胜恐惧的秘诀 都已经讲了20年了 就是枪在手 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 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馆 回来继续请教丰盛老师 欢迎回到议员新帮 再把时间交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各位不要去听一大堆 打高空的言论 比方来说台股后面是多美好的 然后股市两万五三万 这些言论我已经听了 都有一点 非常的厌恶 你要这样吗 各位 还有人在讲说什么 面对这种股灾又怎么新法 ETF00939 00940 还赔得不惨吗 还有新法 各位 自己保重 好不好 在这种环境 每天锁定一点半一言新帮 才是你明智的选择 忠心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穷山恶水出刁民 所以附近险借也会产生标股 你做股票就只能产业选股 搭配题材为辅 不管波段还是短线 然后低买高卖 那些打高空的言论 通通不切实际 礼拜一台股大跌 1800点 我跟你讲逸丰 记不记得 我都直接跟你讲说 我晚上要讲 我现在先跟你讲 晚上有讲就没有 对不对 是不是 逸丰 逸丰窗帘 8464 那时候还跌20块 373 结果逸丰隔天公道396 昨天 今天公道404 逸丰 这样有共不 昨天晚上8月6号 我又跟你讲建核心 车用电子 建核心跌0.9元 70块8 是不是 今天的建核心 3003 76 那今天晚上的 一样大涨 明天晚上的 涨停板 这就是我们的专业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 慢慢的去看 高低点要自己会抓 不要一天到晚都创新高的股票 你也不卖 跟着大盘这样再跌 那你在干嘛当股东 当股东千万不要来 各位是不是 但是业绩股才是我给你最好的一个什么选项 业绩是最好的护身符 知道吗 所以产业选股才是硬道理 蔡老师来帮你做功课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赶快加入 因为蔡老师今天会多放两个视频 让你一次看个够 好不好 所以做股票真的要正面迎战恐惧 那你要赢他才会有钱赚 战胜恐惧的选项 是什么 枪在手 一定要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父亲节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给各位最大的优惠 即将要结案了 赶快跟上来 好不好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的个别加证券 没有拨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典功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